为了响应4月22号世界地球日的环保精神 唤起大家公益慈悲的意识 藏传佛教职贡格举教派第37任策赞法王 仁卿多吉仁波切 邀请苗栗县长徐耀昌 2020年4月25号上午10点 在苗栗县造桥乡龙生村的宝吉祥佛寺 举办一场环保爱地球 深耕再苗栗的植树活动 仁卿多吉仁波切基金会 还捐赠50万的善款给县政府社会处 苗栗县长徐耀昌表示 感谢社会善心团体 对弱势族群的付出跟重视 今天这个仁卿多吉仁波切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他发挥佛家的一个精神 赞助了我们苗栗县 50万的一个急难救助金 那其余目的在于抛砖引益 彻赞法王也在现场致辞表示 他经常前往世界各地宣扬佛法 2015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 理聘为山区伙伴全球新善大使 推动环保爱地球 有机绿化的生活理念 所以才会举办这次的植树活动 彻赞法王 人亲多吉仁波切 也跟着苗栗县长徐耀昌 三个人在保吉祥佛寺的园区内 各种植了原生种的山樱花 象征法脉传承 青山绿水保万物的理念 苗栗县造桥乡的保吉祥佛寺园区 占地1.9公顷 规划新建佛寺跟闭关中心面积约0.65公顷 以不砍发树木 不喷洒农药 不任意放生的方式打造 目前园区正是油桐花盛开的季节 预计2023年完工之后 保吉祥佛寺将为附近环境 带来更多的生机跟活力 记者陈文旭 李嘉金 刘亦伟 苗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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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树木